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有點冷門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不是在吵議題 我就是冷門的議題 我個人是把它定位成一個很冷門的 就是一個加盟的一種糾紛 那這種東西事實上是見仁見知 這種東西我們節目上不便做評論 但我們只是藉由一個目前這個時間點 這樣子的一個現況去做它的探討 那室友是一個超X雞排 X哥雞排 我不知道他叫雞排還是什麼 還是雞塊 反正就是一個超XX哥雞排 那這個來講 我們就是轉述網路上的一個資料 他最近就是說 他就是有在做加盟 他本身也是一個自媒體 然後一段時間開了自媒體的部分 他風格事實上 我稍微查了一下 好像是主要是對 對他的一個 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 定類的那種風格 重點就是說 他就是一段時間有自己的粉絲 然後他粉絲的部分 他就經營了所謂的雞排店 然後就開加盟 對那 那根據網路上的資料是說 他是 加盟組幾乎都是他的粉絲 粉絲轉過來了 幾乎都不是什麼不相干的 說白了是這種 流量變現的這種過程 然後後來 他也一開始也秀出了一個 損益平衡表 損益表 資產配置損益 就是他損益的部分 他損益的部分是OK的 那大家就跟他們說 投下去了 投下去之前講過 這幾百 當然證據 我們今天不是針對這個案子的內容在講 我們只是藉由這個引述去點出一些點而已 好 那重點就是要幾百萬 然後後來 果不其然 結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 然後後來全部就 沒賺錢 被他了知 全部都收掉了 Anyway 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對 那你說這樣的一個部分 這很普通 這不就是一個蠻長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可是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要表達就是什麼 目前的一個自媒體的部分 第一個自媒體 第二個來講 目前的自媒體的粉絲 他達到的是 你可以說他是KOL 如果以粉絲量來講的話 如果以17萬來講 的確是有造KOL這種地方 流量變現 第三個就是加盟 第四個就是被收割 緩緩的形成一個壁網 那是一般我們講的 如果上面都是廚師的話 就比較不好的壁網 為什麼 第一個 的確是目前的自媒體 感覺就是 什麼風格都有 講比較好 你什麼風格 那講些難題就是什麼 都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不是在講這個內容 我們不是在對於故事的人無失誤 我們是在表達這個現象 重點我們還是在表達這個現象 我們也針對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針對於什麼內容 對錯 我們也不會去講的 我們只是稍微點數一下而已 第二個來講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來講就是 如果說這 如果是大概十年前的 看到這種 冰藏內容 我們應該就跳過了 如果第四台 你在看這種節目就跳過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就這樣子 第二個來講 第二個來講就是 我覺得第二個來講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流量變現 是他就是粉絲到一個部分 然後自己 我記得那時候 早期2015那時候 很多網紅他都會說 我不跟我的粉絲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這樣蠻不道德 那時候還沒有收割這種概念的存在 實際上有 實際上還沒有被廣播 什麼叫收割割韭菜 事實上在業界來講 在行內來講 本來就有這種名詞 只是這種名詞來講 它是最近這幾年才一直被款放 你想想 我記得大概2019年 那時候如果我沒記得 2019年 那時候你跟他講割韭菜 很多人是沒聽過的 你可以去回調 回調這些資料 2019年是沒有人在講割韭菜 很少幾乎很少 很少 你說現在很少 你看那個影片很少 後面這幾年才一直要割韭菜 韭菜割韭菜 一直一直 對就是一直講 一直講 就像10年前 你跟他講 對不對 叉叉圓區 他沒有人有感覺 對 你說豬仔根本沒有人感覺 但是你現在講豬仔 然後馬上就會有 馬上就會有 雷射板 馬達有沒有 對不對 馬達馬上 顯示你在講什麼 開始就 有貓膩的感覺 OK 好 那我們拉回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流量變現 雖然你是說 這就是有點粉絲部分 這個也是 目前就是很長在做 加盟 加盟 加盟這種東西 本來以前大家都覺得 加盟就是賣人器 還是賣技術 這個來講 蠻明顯的是以人器 當然兩個都有 但是他在過程中 事實上我在過程中 我把那個 在過程中 事實上 因為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事實上 不是說針對這個CAS 而是說 在這個所謂的一個現象中 我們要來一個想 這個案子 剛好很明顯 就是講這個人物 大家看起來好像有印象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來講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是 我印象他好像是 他知道路人好像是 他好像會去各個那種 場所去 跟人家去用跑車 就是說他好像會 就跑車跟人家去看 就是拜訪那些有錢人的跑車 所以等於是無形中 有些有錢人的知名 看到因為有錢人知名度 然後又看到他的眼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在資料過程中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應該說 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誒 知名度是有的 流量曝光度是有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那再來就是說 那有些人 十幾年前怎麼會 接受這樣的方案 可是時代變了 變成是多元 我沒辦法講多元 沒有對處是多元 那在整個一個過程中 事實上在這個加盟過程中 他沒有問題嘛 事實上也有什麼 有到地溝裡面 這事實上都會有 然後要打人事件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然後這樣的一個負面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不影響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目前現在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現在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沒有針對於人 我們要表達 可是事實上 因為這個case來講 我覺得他蠻鮮明的 不管人物的設定 就是一般IP的設定 或者說給人的感覺 就是很鮮明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那種 鋼學化 呈現出來的一種 所謂身體上的一種 刺青文化 這種所謂的刺文化部分 來講我們刺文化不是不好 是有例內的文化 表達就是什麼 是一種多元的一個部分 所以等於是說 呈現出來的觀感就是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後面的一個加盟來講 加盟本來就很多人也是賣 人氣賣機組 只是在過程中 就蠻多的問題產生 可是事實上等一下 還是繼續在營運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 營運 他也粉絲 然後也收了很多錢 對不對 就是這種西加盟機 加盟機的部分 那以後在過程中 他加盟主都不會發現問題 事實上他也有秀出他的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損益平衡表 說白了 我們一般財報 就是他的損益平衡表 就是我的一世 然後我賺多少錢 我進入你 我活力多少錢 可是問題的話 加盟主的時候去看看 發現有問題 為什麼 他的算法 事實上是避重優勤 有問題 就是說算法 我們常常講的一個 數字看你怎麼去算 結果我們常常在試試看 你在推東西 看你怎麼推 如果你要往這方面推的話 加一點 少一點 就往那個方向推 你要往那個另外一個方向 加一點點 它是往另外一個方向推 它事實上是可以變料的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講到這種所謂的這種 水平的這種東西 本來就看你怎麼去形容 你把這個東西 加一點少錢 就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樣 當然很明顯 加盟主他們看到的是什麼 是一個本試過的 OK沒有問題 就投錢了 結果投軍之後 結果跟限制不一樣 然後自己再去精算 發現原來當初這個問題 是有問題的 他的一個算法 他很多東西的一個 跌下來的一個算法 是有問題的 東加西加西加幾個 這種排力的算法 就像有時候 在跟你推掉東西的時候 他如果以這個方向一直講 你如果沒有提料的話 他會一直想下去 所以有的人如果說比較聰明 說好沒有關係 你把資料給我 我會自己私利 他等於是以自己的思路 在去推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不會是 以那個業務員的那種思維 要一直想 哪有可能就比較能挑出這個B環 再來就是說加盟沒有問題 再來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 各酒菜 各酒菜的一個部分 那各酒菜的一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 就是後面出問題了 然後就好像就沒有什麼下文 然後很多加盟主來講 他們可能也怕贏 提升一些問題 然後就能頂浪 趕快頂浪有沒有 我相信應該很多都頂浪出去了 應該頂浪之後才會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點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 他還是這樣才運作 他是這樣才運作 這樣才運作 那只是說有前加盟主爆料 可是事實上就爆料來講 他是不是真的是前加盟主 還是說他只是前加盟主 有聽到這故事的人來轉 有沒有事實上之前也有這種情況 很多因為爆料的東西來講 說爆料我沒有負責 那接受的一個自媒體來講 那你就幫他承受到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是轉速 就是看著報紙 然後你在講這個新聞 這已經不是第一手 但是很多東西就是這樣傳 到底是對錯沒有人知道 我今天這個沒有人知道 我們只是一樣的表達說 藉由這個現象去看這個本質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觀眾可能會覺得奇怪 我今天講了這個感覺什麼 拉得有點低有沒有 平常就怎麼樣 我們只是要表達事實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很多的猜民會人相助查 這部分舉例 就是很多的加盟主 他事實上是為了做生意 但我們不知道其他加盟主的心態 只是說一開始如果是為了做生意 然後進來這個部分 然後只是說我看了這個 我覺得可以信任這樣子而已 所以事實上我要表達第一個 現在很多人把自媒體的部分 對這個東西事實上是用信任 就是說我們把原本的對品牌的信任 對原本對這個人的一個信任 就是IP對IP的信任 就是你對這個IP 就有一個決定 庫伯利克熊來講 好比說說 一定要用庫伯利克熊來講 那為什麼不庫伯利克豬 庫伯利克狗 庫伯利克猴 會紅嗎 絕對不會紅 為什麼 因為他只需要那個熊 就是你對IP的設定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IP的一個設定的點 就是說現在來網紅來講 舉例他紅了 他就有知名 他就有信賴度 但是這個信賴度是恐怖的 如果說他這個信賴這東西 拿來做壞事 舉例 舉例來講 亂世中有沒有 假設某幾個KO會 串結起來 然後開始發表不利於政府的言論 會不會造成一些困擾 會一定會 為什麼 一定要情緒就會被 又更容易被宣洩 但是如果又有這樣的管道 馬上就排山倒海了 事實上在很多的社會運動中 都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協調 我們之前節目也有提過 就是說社會運動中 後來又有人表態了 這個表態來講 他影響會很大 為什麼 他不見得表態 他可以引起更多人進去 但是他表態會怎樣 會讓他的正常性增大 這個是一個很蠻重要的一個點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點 他的表態不見得會引起更多人 但是他的表態會讓 像在媒體在散播這個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他會更有正當性 我這個來講就會 這個會有一定的一個操作空間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加盟 很多人都講加盟的東西已經慢慢的 可是加盟他的確是很多人 要創業的入門賺 因為事實上我們之前有提過 加盟來講 原則上他是不具有新創的商業模式 他是別人 就是說他創這個商業模式的人 賺錢的一個工具 你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只是因為走得比較頭部 所以你比較沒有被割到 就像直銷會老鼠會一樣 就是你比較前面 你是吸別人的血 前面的血比較多 你吸的比較舒服 然後再留一點廢血給人家 後面就越下來越少 就像邊際小越來越小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容易理解 老鼠會事實上就是邊際小越來越小 這一個情況 所以等於說加盟來講 的確他一定也是一個 很多的組合 可是問題 好的不好的點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第一個你對這個 你認識他 認識他 我看他的影片看很久了 那你是不是信任他 信任對 你對他有問題 然後再來他給你看損益評論表 他給你看我賺錢合不合理 可是因為舉例 你說加盟組 他之前一定沒有賣過 沒有做過雞排店 他才會講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有做過雞排店的話 他就看人家呈現出來的屬音 他馬上就發現有問題 為什麼 這個不合理 可是因為你就是沒有經驗 但是因為很多人做加盟 就是因為他沒有經驗 他在做這個 我那麼熟 我幹嘛跟你賺這個加盟費 我自己出來搞一個品牌就好了 很多就是這個點 我覺得這就是弱勢中又被割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你說今天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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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加盟組 這個低音方 這是錯的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第一手 所以我們只是轉述這樣的一個材料 但是如果你這樣聽起來的確是錯的 當然這的確是錯的 沒有錯 只是說在這個過程 我們要表達一個點 就是說要 藉由這個部分去表達一個點 的確目前的一個社會風隙來講 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主流 我們剛剛講這個壁環裡面 事實上有多少人 事實上也沒有在這個壁環裡面 我們不是講這個人 這個食物 不是這個基板 而是說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整個社會中 它事實上是 整個被影響跟渲染的一個過程 這在籠罩在那個一個情況之下 那你說在這個過程中 那怎麼去預防 老實講 我覺得是有一點難度 因為事實上現在來講 很多人來講 事實上是對 忍的一種 你也不能說崇拜 就忍的一種 我看比較多 那看比較多 也不是說一定的信任 就是一定的了解 那只是說 那在過程中 好比舉例 好比說舉例 來各位 你今天我們要烤肉 中秋烤肉 每個要烤肉 我們要買紙杯紙盤 每個通道都有紙杯紙盤 你看看這個 你常看的一個影片 或什麼的一個頻道 他也賣紙杯紙盤 賣價錢跟大家一樣 對不對 然後一樣是搭的 都一樣價錢一樣 那你買我的好不好 好啊 就感覺就是有一個互動 就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很多人的消費 事實上是慢慢做 所以我們之前節目上也有提過 這個是一種例內的一種 特 那個什麼 一種差異的一個文化 就是一種消費屬性的一種改變 就是所謂的一個個性化消費 應該來講是要成為個性化消費的一部分 在這個部分來講中 的確這只是因為加盟 他的加盟其實是百萬 如果是百來快 就不見就還好 沒關係 我覺得OK 但是因為他是百萬 所以你感覺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舉例來講好了 今天如果一台車子有沒有壞了 你簽去保養廠 保養廠說這個要修 修修修修 然後你摸的時候 進保養廠 維修地要不要修修修修 然後如果說一台車子已經開很久 很久 二十幾年了 機車也開二十幾年 老闆說修修修修 不修不修 因為你可以知道 你什麼時候要修什麼不修 為什麼 因為這機能你可以很有把握 那機車店呢 修修修 一直修 反正能修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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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要大錢不修 就是說事實上 摩托車跟汽車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因為汽車它大條 它比較大條 所以你對機車來講 汽車的一種敏感度 敏感度很高 因為它一來一往可能就千萬了 不要太萬了 我不要 那摩托車呢 你再怎麼修 就百元百元百了 摩托車我要給你修幾萬了 我不要 一台摩托車才 對不對 那個便宜五六萬塊 我開了幾年 你現在給我萬 我怎麼會很划算 就等於是說 在大家對小型來講 大家的控制度都很OK 就像你買一件衣服 買一件褲子 你都很精啊 但是要你買一個幾百萬的東西 可能就慌了 這個我們之前在講說 賣房子這種東西 房子來講是一個衝動 車上騙人 房子哪是衝動 房子是要很理性 更理性的東西 它是要有一個規劃 但是事實上一般人 沒有辦法做那些事情 算 就這樣偷硬幣來講 那也是可在支柱 中間的過程省略 但是事實上 中間的過程省略 並不代表中間的過程是不存在的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今天表達這個雞排 我們並不在講怎麼加盟 或什麼 不是 我們只是單純 也不在講這個 我們只在表達一個 目前的社會的現象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有講過一些點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標題 我覺得這個內容來講 事實上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具象化的東西 就是蠻local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包含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假如 然後我們今天講說 今天這個頻道博主來講 它如果是一個頻道的人設 是一個很好的人設 我們現在講說很久不到了 但是因為頻道的博主 那個風格來講 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刺文化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可能就會有先入為主 對 可是你們又說這樣的話 對以後這樣吃文化的一個 博主都很吃虧了 對我們要表達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用一種比較客觀的立場 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多元 我們講的確就是多元 可是在這個多元的部分來講 事實上就會有一個什麼 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 好壞大家就必須自己去評斷 你也可以說 我這個人感覺就是壞人 他就壞人 他就好像是這種好人 可是事實上好壞人 你可能沒人知道 對不對 大家都是做自己 所以大家來講 一個過程中 大家就會比較自然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沒你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加盟工作的部分來講 那的確會有一個 所以你說 那你說那這樣子感覺起來 社會不就是越來越 嗯 也不是說不好 但就覺得有點 不知道怎麼講 就會覺得好像 嗯 對 但是事實上這種 的怪怪這種東西 可能這個 按照社會的發展 不是說因為這個 按照社會的發展 它的確是有可能會成為一種 社會的常態 新常態 那這個或許在某部分 也是一般的社會學校所擔心的一種 所謂的自媒體的一個 或網路的一個部分 他不斷的發展野蠻生產之後 然後跟所謂的商業的部分 每個年輕人為了想要當老闆 不是為了當 不只為了老闆 是為了想要更好的生活的過程中 對 然後一來一往通 但大家卻沒有一個更理性 跟合理的一個判斷的過程中 會不會造成更多的一種 社會的一種不穩定現象 我們講這個不穩定現象 這個的確是有一種可能的一個現象 對很多人來講 那仔細看一看 那是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奧比丘就這樣 奧比丘這個案例裡面 結果被 因為他找人爆料 然後那個爆料主持人 就是爆料平常主持人 就問他說 那你當初有沒有 他們有沒有那什麼合約 什麼不得他會 就類似那種加盟會 他那個他就 背包人仔細想想 好像沒有 就是說你理性聽一聽 那是不合理的 但事實上為什麼會這樣做 但你會說他笨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就是一般很多的一個 很多的一種程序正義 為什麼講程序正義 程序它合理 它出來的東西不見得是正義 但是你的程序如果不合理 有可能它的過程是OK的 有可能結果是OK 但是會不會造成一些不合理的過程中 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對就是有點制度的瑕疵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在這個會計之後 會計之後的社會來講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 已經不是很care 那個程序上的一個正義 就是反腐乳劫 就是幹嘛叫煩 勒利勒舌 但是事實上 有什麼是勒利勒舌 勒利勒舌 事實上它等於是保護了 保護了你也保護了我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在某個點來講 的確是這樣 我舉例來講好了 現在很多人 如果你去辦手機 對不對 你會發現去辦手機的人都怎樣 負責簽簽簽簽簽簽 但是看內容幾乎沒在看 因為你也看不懂 那些什麼錢那麼多 然後最後呢 只是那個賣手機的店員跟你講 你看這幾個 他想跟你看的時候 這幾個就畫起來 然後又陰光明給你看 其他不想讓你看就再過 給你看你也看不懂 說實在話 那你各位法律文字的質疑 說實在話 你拿給法律看 他會說這有解釋的空間 他會跟你講不對 他會說照這樣講沒有錯 可是他如果說 比較熟的那種法務端 他就跟你講 事實上這句話解釋空間很大 他不會跟你講對錯 他就會說解釋空間很大 因為解釋空間很大 所以說這樣解釋 跟那樣解釋 跟這樣解釋都可以 那才是問題 不是說不能解釋 因為很多東西如果是很單一 直白的 那就不用講 但是很多東西它是有模糊的空間 例如舉例 我舉例好了 來各位 我們有課程 大家可以來報名 你趕快報名才有你的權益 那趕快強行報名 對不對 報名他的權益 他後面寫一句 如果有異動 主辦方保留最後的所有解釋權 什麼意思 如果我有另外的想法 你上面寫的都沒有意義 就是說 來各位報名報名的 我希望你報名 你就報名 你就進來了 但是我不希望你報名 我解釋權說你不行 那我這樣報名就批用 你只是個儀式化而已 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的一個不平等的過程中 事實上像剛剛那個案例來講 事實上有沒有像是一個 來你進來劃壓 你不會我打你 我劃壓 你不會我打你 你不會我打你 你還劃壓 你還打我 可是你就劃壓了 你不是劃壓了嗎 就是說極度的一個不平衡 一個對立的一個過程中 它會造成一個很不平等的現象 這就是目前一個社會 辦手機也是一樣 對不對 消費者說白了 他目前沒有糾紛 不是因為他厲害沒有糾紛 只是因為你剛好沒有跟他發生一個糾紛 所以事實上目前是輸入 但你發現他糾紛 事實上合約一拉起來 你一定是吃虧的 這我們就是講的一個 程序不正義 太過於壟斷的一個過程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今天表達一個點就是說 事實上在某個部分 我們要表達一個點就是說 像剛剛內容裡面的所謂的一個 你講的受害者好了 或是說的加害者 如果要這樣講也可以 受害者跟加害者來講 它實際上是個不成比例的一個權益 為什麼 因為受害者一開始就是跟對加害者的影響力而影響 然後加盟他 然後包含後面他是老闆 他是一個加盟主 所以從頭到尾 他都是一個不平等 包含就是說 加害者他可能是一個次文化的背景 受害者不是 所以等於種種的部分 他是不平等 也沒有像你在牽手機一樣 你牽 你就牽就可以拿了 牽就可以拿了 牽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們合一就是這樣子 有問題 不好意思 不然你要怎樣 對不對 不然你要怎樣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只是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一種 不 這種頭一個點 這種東西 你會因為這種不舒服 而不買手機 你還是會買 你會因為這個不舒服 看到別人發生這種不舒服之後 你就再也不放這樣嗎 或再也不放聲音嗎 不會 你還是會做 可是這種不穩定不安定的心思上 在每個人的心中 他就會留下很多賣場的種子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對 後面整個社會的一種不穩定大爆發 有時候是一個 有點就是在積累那種不好的能量 有點類似在積累那種不好的負面的火山那種感覺 這種東西來講我覺得 不知道是對還是怎樣 沒有一定不會是對 就是說這個來講 我們今天講這一集 我們事實上 我們後半段事實上講的有點深 有一點點 因為我們事實上扁然是在表達一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後面的部分來講 事實上表達到一種社會現象 我們事實上已經拉到一個社會現象 一個社會現象 有人說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負面教材 是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 他要表達我們不是單純講這種負面 而是說 他這個是社會在演化的過程中 他的確出來的一個現象 而這個現象來講 事實上對整個社會的一個結構來講 他事實上是不太好的 你說這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嗎 也好像也還好 可是事實上會不會影響社會的一個 一個人性的一個結構 會他絕對會 你說他會影響到整個一個現象 我覺得最明顯的一個部分就是 社會的這種所謂的這種安居樂業的這種心態 會被剝奪 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往往是一個人 想要一個好好發展 不要說發展 就好好的一個讓這個社會更好 因為我也想讓我自己更好這樣的過程中 所以你想要安居樂業 而當這個過程中 安居樂業這個點慢慢被挫折的時候 剩下的就是什麼 有點在怎樣 社會就是這樣發展就發展了 可是事實上社會如果發展的不對的 很多東西如果有不好的 人家不會去源頭制止 那後外面就會怎樣 不斷地有人破一個窗 不會有人去制止 後面很多就會有破窗效應 破窗效應就是說一個人砸破一個玻璃 如果沒有人去制止 後面很多人砸 後來當然你看 全部都被砸 為什麼每個人不砸白不砸 每個人都會把那種原本的那種 暴力的那種利息 從形成處罰就一堆破窗效應 事實上所以你說這個過程來講 我覺得它長久下去 它事實上就會引發 社會集體版的那種破窗效應 那就很恐怖了 破窗效應不是說馬上犯罪 也不是 它就是被懲戒 你說被行政處罰 Anyway這是一個點 但事實上它造成一個社會的現象 為什麼 它事實上就會暗期熱夜的反方向 對不對 暗就不暗了 G 這個地方你怎麼講到G 人就會砸砸 熱你會快樂嗎 你就悲傷了 夜 這裡回到就業嗎 空就空 所以暗期熱夜的反思 就慢慢就會原來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才是 我覺得是一個 節目等到這裡 事實上有點類似像 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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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事實上 藉由現象看本質 就是說 藉由這個現象來去看本質 你說 在這個過程中 怎麼讓這個社會更好 我相信事實上 在過程中 事實上方法是會有的 可是在執行入住 來講 我就會有一些難度 就像政府一樣 這個如果是執政在野黨 就會笑別的執政黨 他打反不利 就自己當執政黨的時候 別人笑他打反不利 就一樣的道理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個一個過程中 我覺得他事實上是一個 蠻長久的一個社會議題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社會議題 這個也是真的需要 就是很多大家的一種 集思廣益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 今天這個節目 這個例子來講 我們是藉由這個例子 來去想一想 目前社會的現象 進而探討出社會的一種 演變的一個社會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拉回就是說 這個社會的一個議題 你看這個是不是可能 常常拿到社會議題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值得公民 公民社會 未來公民社會 大家所去探討 大家所去解決的一種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過去才可以讓 整個社會慢慢的拉回 一個比較 屬於一種比較良善的一個軌跡 希望 OK 好今天 今天聊到這邊 掰